嗨 各位母子弟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小莲啪啪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一样 有客席导游 七家世来到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去韩国的大丘 Let's go 好 那刚刚有讲嘛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大丘 不过大丘到底在哪里啊 大丘的话其实在 在韩国来说地理上大概是中部偏南的地方 OK 所以它离最近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城市是 庆州啊 釜山啊都很快 从大丘到庆州的话 高铁大概15分钟就到 这么近啊 就大概是台湾从台北到到桃园 对 然后到釜山的话大概45分钟 OK 所以它其实是很近 而且台湾现在好像也有很多班机是直飞的 所以是个很方便到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大家会特别还开一个直航的航线过去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所有都玩你啦 釜山也常常去啊 然后大丘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玩 就是它好吃的 好买的 甚至好看的东西都非常多 OK 那之前我跟新杰西有稍微聊到 他说大丘有一个很神奇的馆 是三星的馆 大家可以猜猜猜三星他们是做什么起家的 那我们让新杰西帮我们回答是什么呢 三星它其实是致命起家的 所以在大丘呢 有一个三星创造园区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保留了他们当初起家的这个面粉工厂 OK 所以其实它是做面粉起家的 我觉得真是蛮让人意外的 那这个创造园区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介绍三星历史的地方 没有没有 它其实有点像让一些企业啊 或者是文创的产业入住的一个园区 然后它就在大丘歌剧院的旁边 所以它里面还有大丘歌剧院的算是 他们的排练室啊 然后他们的办公室 那大丘国际音乐剧节的办公室 也在这个园区里面 OK 那我想如果大家对韩国的艺文产业 有些了解的话就知道说其实他们这个大企业 对于这个艺文的投资赞助是非常的巨大的 尤其像最近啊 这些国际的古典音乐大赛 真的全部都是韩国人很少那个手奖 其实也是很有大的影响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一个大丘文创嘛 它可能是比较业内人士的地方 那大丘好玩的地方 如果对于一般观众来讲还有哪里 首推我觉得是东城路 东城路的话呢 它在地铁的半月堂站 东城路这个地区到底有多大呢 我觉得可能有三倍西门町这么大 就是光从它的地铁站 半月堂站有二十几个出口 哇塞 所以它是全部都是逛街的 像西门町那样吗 而且它厉害的是 它不只地铁二十几个出口 就是地铁下面就有得逛 走上来之后 地下街 然后走上来之后也是 我这次去了三个多礼拜 然后我存了很多要吃的餐厅 都吃不完的这种程度 那在东城路的话 它除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好买的衣服的店 像很多男生去首尔的时候 就会很烦恼的 首尔大部分都卖女生的衣服 但是大秋男生的衣服 女生的衣服 通通都有卖 然后不只在那边可以吃东西 在东城路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 静在胡同 很多人出国喜欢走一些小巷子 那静在胡同的话 它就是保留了 战前那段时间的房子 像是教会 桂山圣堂 都还保留在这个巷子里面 就是走路就都可以走得到的 所以在去大秋的东城路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他们的这个 算是导览的小地图 里面有五条在大秋 你可以徒步旅行 非常推荐 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看这样 OK 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今的矿位就对了 那再来大秋还有什么 听说还有一个很好逛的市场 它叫做西门市场 那大秋它其实有点算是位在古代的这个枢纽 就是岭南大道 也可以一路从釜山 就是走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汉阳 那它在这个枢纽位置 所以西门市场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市场 包括吃的 甚至是生活用品 它晚上还有夜市 那通常去西门市场的话 就会吃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吃 比如说像是大秋很有名的 扁平饺子 哦 扁平饺子 对 它真的很神妙 就是你有点像是吃 对半折起来的饺子皮 里面包了很少很少的冬粉 然后就用油去煎 它煎得很香 但是这个皮跟台湾的饺子皮 是不一样的 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可以去吃西门市场里面的扁平饺子 还有一定要去吃的 就是大秋的真排骨 这两个都是并列在那个大秋食味里面 一定要吃的两种大秋特有的美食 OK 所以呢到大秋 我相信你会吃的 不要不要的这样子 那不过呢大秋我觉得对于这个艺文爱好者而言 最近会一直听到一个名词 就叫做大秋音乐巨节 那这个音乐巨节到底是怎么样的由来呢 以及就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音乐巨节的一个鬼 他从第一届是2006年开始 然后现在的这个裴承赫委员长呢 因为他非常喜欢乐剧吧 对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 就想说英国的爱丁堡有艺岁节啊 法国的亚维农也有他的艺术节啊 那我们大秋 大秋人会觉得他们是特别有文化素养的吧 就是包括他们的古典乐 因为传教是很早进来然后在大秋 所以大秋的古典乐 算是整个韩国里面最早开始发展的 然后大秋的歌剧也很有名 所以大秋是整个韩国里面有歌剧院的 然后他还有很棒的音乐亭 对 所以他就想说应该要来用一个音乐巨节 所以到现在已经17节 OK 那这个音乐卷每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出版的 大概都是在暑假的时候 那今年稍微比较提早一点 就是他大概在5月多的时候就已经先办了 那其实在5月多半也有个好处 就是大秋 韩国人秘称它为Teprika 因为大秋是一个盆地 因为他们叫Aberika是非洲的意思 所以大秋对他们来说就是韩国的非洲 就很热 很热 所以其实以前活动是办在6月底 7月的这三个礼拜的时候 就真心的很热 OK 但是不知道未来是不是都是在5、6月 今年第一次往前调 明年还不一定 但大致会在这个时间 OK 那这样每一次 它是有多少的音乐剧会在那边参加 呃 今年的话 大概有三、四十个 对 就是除了他们外国邀演的作品之外 还有很多他们韩国自己的作品 大大小小的演出 有些是他们现在还有所谓的培育计划 然后会有一些独具的表演 那或是他们训练的这个 人才的学院里面出来的一些表演 大大小小的 OK 所以他其实不是只是大家来演音乐剧而已 他有很多 周边的活动 他们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 整个城市跟音乐剧在一起 所以在东城路啊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街边的表演 唱音乐剧的歌 然后大学生音乐剧节 整个韩国有音乐剧相关科系的学校 做一个版权剧 然后在这边演出 就是各式各样 然后我觉得大小国际音乐剧节 最棒的是 其实他邀请的国际节目 比较不是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 很商业的节目 就是你不会在那边看到歌剧美影 或是猫 他会邀请像是哈萨克斯坦 然后一些想象不到的国家 他们做的音乐剧 那我上次是觉得蛮惊讶 就是他们做了他们一个 国民歌手的故事 但是哈萨克斯坦的演员 他们觉得肢体超级好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舞蹈的身体 因为可能都是俄罗斯那一系的 然后在里面他们又演战争的场面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蛮震撼 虽然他的舞台就是用投影 几乎没有什么倒景布局 就是用故事几个人在台上演音乐剧 故事几个人 对 然后音乐里面带有一些 他们的民族风格的音乐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场面 光是看他们肢体舞蹈 就非常非常的惊艳 不过呢 我们这边也要解答一下说 大家会想说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哦 其实就是新Jesse之前呢 战利品 他也是受邀过去大邱音乐剧节 那这个是 碰肉欲见 你在2018年去演出的时候的奖状 然后这个是我们2015年第一次不赌出俱乐部 去大邱国际音乐剧节 然后拿到了评审委员特别奖 对所以这是一个奖杯 非常的厉害 对那像大邱他这个地方就是他也有音乐剧节 他也是古典乐的发源地 那这两个东西应该也蛮容易被结合在一起 对就是有一个作品叫做拉赫曼里诺夫 哦 ok 像是看到首尔的观众们应该也知道 就是有拉赫曼里诺夫这个作品 他是把拉赫曼里诺夫第一奖唱曲失败之后呢 接受这个达尔心理医生的这个 催眠治疗 引导之后呢 还有重新站起来 那这出剧今年也会在台湾演出 诶是什么时候演出啊 10月13号到10月22号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剧场 对而且听说这次来了非常多的演员 这个戏他虽然只有两个演员 但是这次我们来了八位演员 总共会有五种组合要带给大家看 那钢琴家的部分也来了两位 会轮流演出这样子 那两位钢琴家其实 我第一次去看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压抑的是台上的 我们想象的钢琴伴奏 在弹拉赫曼里诺夫的钢琴协作曲 哇 ok 所以他真的不是只是一个音乐剧等级的而已 他就是一个职业 这个很像是我们会在音乐厅 听到的这个内容的感觉 然后两位钢琴家的这个背景 其实都蛮厉害的 一位是韩国里斯特大赛的首奖 然后另外一位是韩国的肖邦大赛的首奖 那如果呢你对于音乐剧 或是说对于韩国的音乐剧 当然也有对于古典音乐有兴趣的话 或是对于这所有东西都有兴趣的话呢 还没有来得及飞去大丘或是飞去无上级 叫做首尔也可以在台湾看到 叫做拉赫曼诺夫的韩文音乐剧 那不要错过这样子 ok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新Jesse 对连续两集来到我们小连啪啪走 分享他在韩国的见闻 那小连啪啪走下次要去哪边呢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再见 再见